看似單純的機車小貨車對撞事故 沒有人受傷 地上留下長長的煞車痕跡 但救世的竟然是一名酒駕員警 63年次的蔡錫勳 任職於保育總隊第五大隊第三中隊 平日都在三峽營區執勤 這回竟然知法犯法 當時保育員警蔡錫勳 酒後騎車經過三峽大普路 跟小貨車發生碰撞 酒測值高達0.79 當場被移送偵辦 兩步都有煞車聲音 我有聽過一個大聲 應該是汽車 一個小聲應該是汽車 我那個煞車比較尖銳 兩步在短距離捧一聲 28號晚上將近7點 一部小貨車莫名遭到機車追撞 當時騎著機車的保育員警蔡錫勳 身上散發濃濃酒味 貨車駕駛立刻報警處理 這才知道原來喘禍的 可不是一般老百姓 而是應該要保護人民的玻璃士大人 其實這名員警過去 就曾經在三峽一代為庭 遭開紅單還PO網抱怨 不但沒有改過 居然還犯下更嚴重的酒駕 由於處分還在研議 目前先停止休假 我們按照規定就是 移送工程會以後 工程會去決定他的懲處 是施法犯法 可是因為 因為他這個人 我們現在已經發生了 我們現在講也沒有辦法 那現在我們在加強 我們這個大隊的一些 一些相關的交易 強調會加強遠景教育 蔡錫勳也得為自己的罪行 負起責任 雖然已經跟貨車駕駛和解 但近年來全民反酒駕 身為人民保姆的保一員警 竟然帶頭酒駕 執法犯法 不只打了警方自己一巴掌 更叫民眾如何欣服 記者陳旭怡黃家瑋 何惠榮新北市報導 記者ھی 廈